我看小燕姐這樣我真的很難過 因為他們小燕姐在我們演藝圈 她是一個非常好的大姐 真的是好恐怖喔 因為這個地震真的是太晃了 其實因為婷婷她在住學校附近 她住15樓 蠻高的 然後我們家就是偷見了 我就半夜就被晃晃晃醒了 然後大概3點的時候 我女兒打電話給我 我嚇到了 她說媽媽 地震好恐怖喔 我說沒事 妳還好嗎 她說那個櫃子都這樣打開 又關起來 打開又關起來 打開又關起來 好恐怖喔 我就不怕不怕不怕這樣子 我就安慰她這樣子 然後她其實從昨天地震 到剛剛其實都沒有睡好 因為都很怕 很害怕 那個陰影就還蠻害怕的 誰犯錯 誰去負責 讓犯錯的人去承受 所有一切她該面臨的事情 不要在波及這些身邊的人 他們已經很痛了 而且每天要過那種煎熬的日子 她實在是很辛苦啊 我看小燕姐這樣 我真的很難過 因為小燕姐在我們演藝圈 她是一個非常好的大姐 她從以前在主持節目的時候 也都是非常照顧我們 跟提醒我們 也一直在做公益 她對這個社會是有貢獻的 私下有傳訊息關心梗汝或小燕姐 我沒有小燕姐的電話 我只是看到新聞的時候 我是覺得是很心疼她這樣子 然後梗汝我知道她現在的心情 我也不便去打擾 讓她自己去怎麼樣 我們先緩一緩 等一陣子的時候 再來跟她傳訊息 跟她講一講 我希望大家真的不要再說 小燕姐的活得哽嚕了